马桑花在她的小型修罗地狱里 遇到一个名叫英景的人 她曾经是二战时期的日本空军少尉 在与美军争夺贝利流岛的空战中被打死了 死后还一直进行着与美军亡邻的斗争 因为马桑花的到来 她终于意识到自己已经死去 因此她拜托马桑花 希望她可以将至今为止 还沉在博劳群岛海域的 她的飞机机体打捞出来送回国 也算是告慰她这战斗的一生了 马桑花目瞪口呆地看着英景 这种话你是怎么想到说出来的呢 我只是一个小孩子呀 英景倒是觉得自己的要求理所当然 你们通灵者既然能连通两个世界 那这种事情不就是你们应该做的吗 不不不 马桑花赶紧解释 你对通灵人肯定是有误会 就算是通灵人 也有能做到和做不到的事情 再说 我一没钱 二没人 三没设备 如何把你的飞机打捞上来呀 岸边突然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这应该并不是钱的问题呀 马桑花连忙朝着出身的地方看去 那人一边说话 一边走了过来 他说在这个世界上 有一些只有通灵者才能做到的事情 看来马桑花还并不太清楚 所以要不要接下来到我的店里慢慢谈呀 马桑花看到这人穿着奇奇怪怪花纹的衣服很好奇 他为什么会在小型修罗地狱里呢 他是活人还是死鬼呢 带着很多疑问 他与英景来到了那神秘人的小店里 这是一家咖啡厅 上面写着小型修罗地狱临时分店 果然 马桑花知道他为什么会感到熟悉了 这里的咖啡豆分明就是帕奇的咖啡豆 就是阿尔米用来打自己的豆子呀 难道这男人就是帕奇族的人吗 眼看着目瞪口袋的马桑花 男人温和地自我介绍 他名叫塔利姆 正是曾经主持上届通灵者大赛的帕奇实际司其中的一员 塔利姆表示 他本不想打扰马桑花 可通灵王特别关照过 说马桑花现在这副德行 根本解决不了自身问题 无奈之下 他只能进来点拨马桑花了 马桑花一脸不满地指着英景对塔利姆说 就因为你家通灵王的多词一举 把这个不明状况的死鬼也牵扯了进来 导致现在更难搞了 塔利姆告诉马桑花 英景既然出现在这里 就必须有它存在的意义 难道你不想好好听一下它的故事吗 单凭你自己的力量 是无法离开这个地狱的 于是无奈之下 马桑花只能暂时接受英景的存在了 另一边在踏长丘温泉里 阿尔米正在给大家讲述 小型修罗地狱的事情 虽然这名字起得有点中二 但这地狱就是地狱 堕入地狱的灵魂且要从那里离开 可不是什么轻松的事情 简单来说 就是要打倒一个boss才可以离开 听说当年五大战士 都曾经为了修行而堕入地狱 在那里还吃了不少苦头 阿尔米说着 旁边的甲克子哈哈大笑 果然 马桑花那种性格恶劣的家伙 是堕入地狱了 叶宇一边将马桑花的尸体 往冰柜里塞 一边好奇地问阿尔米 这些事情你为什么会知道呢 阿尔米表示 自己就是帕奇族的人呢 所以能跟帕奇族联系上很正常 他一边说着 一边拿出一部智能手机 龙哥惊讶异常 虽然现在都是现代化社会了 人间与灵界的联系 都可以打电话了吗 阿尔米表示 虽然是智能手机 不过也只是将原有的 那个帕奇族的通讯器改了一下 不过聊胜于无霸了 说着 阿尔米就要离开这里去上学了 他可不能跟眼前这几个货一样 整天逃课 反正业余也不打算上学去了 那就在这里 好好地看着马桑花的尸体吧 要不然等马桑花 好不容易苏醒了 没准又被冰柜给冻死了呢 还有阿尔米表示 你们几个难得都到齐了 不如就切磋切磋 因为在FOM上 发生任何事都尚未可知 大家一定要保证 最佳战斗状态才行 说完 阿尔米就离开了 贾克第一个提出不满 阿尔米每次说话 都是这么的居高临下 虽然是总监督 可也不用非要这么说话吧 而业余在意的事情 显然更有深度 他感觉刚才阿尔米 说到帕奇族的时候 欲言又止 似乎有什么不能跟大家说的 帕奇族对于大家而言 是神秘又威严的存在 毕竟他们掌管着通灵者大赛 大家也都听说过帕奇族的传言 好像他们的始祖 还是很值得研究的 所以阿尔米欲言又止的 到底是什么事情呢 站在旁边的道免 一直没有参加讨论 他只是突然张嘴喊龙哥 并问龙哥 他妈妈没灯真得的 没借钢铁处女 是不是一直放在 这个家的仓库里 龙哥给了肯定的回答 他还表示 自己每天都会去 把那件钢铁处女打磨好 既然道免来了 是想去见识一下吗 道免表示那是自然 刚才他还想要是龙哥 他们不同意 自己就要强行破门而入呢 龙哥不禁内心一紧 这小子的气势还真是十足呀 还好自己提前说了一声 要不然今天仓库 怕是保不住了 大家跟随龙哥进入仓库 果然发现那件 十分威严的钢铁处女雕像 就静静地 注立在仓库的角落 这就是传说中的 X-Laws的老大 所使用的媒介了 看上去果然是压迫感十足 甲科这种 没见过世面的孩子 神情一呆 随即一个剑步窜进仓库 蹲在钢铁处女前 仔细欣赏着 可道免打开钢铁处女后 却表示 这是赝品 龙哥自然不肯相信 自己每天都打磨的东西 怎么可能是赝品呢 但道免表示 自己曾经从钢铁处女里 拔出过一根尖刺 来当成下马修的媒介 可如今面前的钢铁处女上 却是所有的刺头 推甲也无济于事 真正的钢铁处女 早就在不知不觉的时候 被人换走了 龙哥完全不敢置信 这里除了自己以外 根本没人能进入 到底是谁掉包的呢 话音未落 他们就感觉到 一股杀气从背后扑来 龙哥回身发现 一人魔像 竟然从背后攻向了道面 幸好龙哥一把抱过道面 帮他躲过了魔像的攻击 大家回头一看 发现路德赛布和赛利姆正 站在身后 他们身边还站着 一个陌生的小女孩 而路德赛布 为大家介绍说 这小女孩就是黑暗处女 这话一出 大家都懵了 此时黑暗处女 看着大家很是不满 大家对我的名字 有什么意见吗 龙哥率先反应过来 意见倒是没有 但是为什么要 给一个女孩子 取这种名字 路德赛布 你到底玩什么花样 而就在所有人 发呆的时候 一向沉稳的道面 突然爆起 他眼睛里 充满了愤怒和憎恨 他咬着牙告诉所有人 这家伙必须要 留给他来杀 说着就拎着刀 暴冲了上去 贾科等人看得目瞪口呆 这还不清楚 敌人是什么情况 怎么就去攻击了 再说 道面你不是答应过 你妈妈不杀人吗 黑暗处女 看着攻过来的道面 阴险地笑着 你就是那个道面呀 怪不得你想干掉我呢 他叮嘱路德赛布 和赛里姆兄辈 不想死的话 就别出手 这个臭小子 就交给他来接去吧 话音刚落 道面的长刀就砍了过来 可是他怒急攻心 没有使出超灵体 甚至连附身合体 也没有使用 黑暗处女 哈哈大笑地召唤出 自己的超灵体 那居然是一只钢铁手臂 他嘲笑道面 难道不知道 只有超灵体 才能攻破超灵体 这个基本常识吗 其他人惊诧地 看着黑暗处女的超灵体 那是一只手 就是真得钢铁处女的手 现在这只手 好像是一副 骷髅骨架一样 充满了邪恶的力量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龙哥希望 路德赛布可以说明一下 可言语交锋之间 道面的刀 已经砍到了 黑暗处女的面前 黑暗处女 气定神弦地向后躲着 同时更多的钢铁部件 出现在她身体周围 没多久 她身边就出现了 骨骼一般的钢铁盔甲 眼看越来越多的钢铁部件 将女孩子包围 龙哥和叶宇看得目瞪口呆 他们急需要路德赛布和赛利姆 帮他们答疑解惑 这所谓的黑暗处女 到底跟梅灯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道面看到 这女孩瞬间就暴走了 而这时候 尽管黑暗处女 已经使出了超灵体 可道面依然狂躁地 用长刀砍来砍去 还是不肯使用附身合体 黑暗处女大声笑着 原来如此呀 就算是你也不忍心 用超灵体攻击自己的母亲嘛 她一边说 一边戴上了一个钢铁面具 这句话可是如同一道炸雷 将在场所有人都批晕了 道面的母亲 就是钢铁处女的主人 梅灯甄德 难道梅灯出事情了吗 黑暗处女 似乎看出了大家的疑惑 她索性解开了谜底 自己现在所使用的 就是瞒着龙哥从仓库里 吊包的钢铁处女 真正的媒介 而她现在拥有的持有灵 就是道面的母亲 梅灯甄德本人 这话一出 所有人都震惊了 难怪只有梅灯甄德 才能操控的钢铁处女 现在完全听从 黑暗处女的指挥 话音未落 钢铁处女的超级超灵体 便正式形成了 她好像是一个骷髅 一样的立在地面上 将黑暗处女 包裹在其中 周身上下都散发出 一股黑暗死亡的味道 原本钢铁的颜色 也变成了漆黑 黑暗处女 对已经接近疯狂的道面表示 杀了你的母亲 我也很抱歉 但没办法 这是FOM 所以大家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胜利 不过为了可怜你这个小孩子 我就让你在自己 母亲的怀抱中死去吧 想必多年未见 你也是十分想念母亲的吧 说吧 黑暗处女 使出了死亡拥抱 道面目瞪口呆地 看着已经成型的 超灵体母亲 完全无法做出任何反应 眼睁睁看着那钢铁盔甲 将自己抱在怀中 无数尖刺刺入身体 尖血喷涌而出 道面从头到尾一声未坑 被母亲拥抱 似乎是道面 从年幼起就十分向往的 如今哪怕是死 她也无法拒绝这种诱惑 黑暗处女 看着鲜血淋漓的道面 笑得更阴险了 杀了道面后 她要把下马修占为己有 那她的距离 梅登真德更近一步了 可她却最终 没能将道面赶尽杀绝 因为路德塞布和赛利姆的 倪人魔像 一直在房子里瞄准她 让她根本无法 全心全意地对付道面 这里也没想到 路德塞布和赛利姆 也没完全背叛呀 此时道面气息奄奄地 躺在血泊中 可最终还有一口气在 她不死的话 黑暗处女就没法得到下马修 黑暗处女看着路德塞布 和赛利姆有点气急 不过赛利姆和路德塞布却说 今天他们本来就是 收回倪人魔像的 也没想帮黑暗处女 拿到下马修啊 赛利姆的话往二楼看去 果然几个刚睡醒的女人 正一脸不满地看向楼下 正是花族的三人 这些人的强悍 所有接触过当年 通灵者大赛的人 都心有余悸 路德塞布和赛利姆 告诉黑暗处女 你要不见好就收的话 今天有可能会死掉呀 可是此时已经晚了 楼上花族的姑娘们 每天都是睡到自然醒的 今天被楼下折腾的声音吵醒 已经是一肚子气了 这一年头 谁还没点起床气呢 他们看向楼下 二话不说直接动手 而就在这时候 出门买菜的玉婿和路口回来了 玉婿一声令下 让所有人都住手 他笑眯眯地问大家 自己不在的时候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怎么把这么令人怀念的东西 拿出来了 他所说的令人怀念的东西 自然是倪人魔像和钢铁处女 黑暗处女可不知道玉婿的厉害 在他眼里 花族也好 玉婿也罢 就是一群搞破坏的老太婆 可玉婿根本没搭理黑暗处女 继续自顾自地问大家 为何家门口会有一辆豪车 车里还坐着两个身份不明的家伙 那两人特别想说 自己是被绑架来的 可他们不敢呀 龙哥和花族可知道玉婿的厉害 他们只好哆哆嗦嗦地回答玉婿的话 但玉婿表示 这里没你们插话的份儿 他让花族去找法斯特医生 赶紧帮倒面止血 这里就交给他处理吧 说吧 玉婿整个人突然阴森了起来 他目光犀利地盯着面前的 路德赛布和赛利姆 以及黑暗处女 他早就说过 这里是旅馆 还要做生意 所以不能弄得到处都是血 玉婿说话的时候 身上突然迸发出一股强烈的污吏 在场所有人都被压得完全喘不过气来 只是这一下 黑暗处女就意识到 眼前这女人有多厉害了 路德赛布和赛利姆倒是见怪不怪 他们早就提醒过黑暗处女 这里有很多可怕的人 他们微笑着跟玉婿道歉 今天是他们不对 所以只要拿到尼人魔像以后 他们就会离开 见此 玉婿的态度缓和了不少 他温柔地告诉路德赛布和赛利姆 尼人魔像你们可拿不走 既然我接管了这个旅店 就要对这里负责 再说 麻苍家对你俩也有恩吧 就算将来大家是敌人 你们也不能太不要脸不慎 还是先进来喝杯茶吧 YBS组 另一边 在小型羞落地狱里 麻苍花和英景被塔利姆拉过去喝咖啡 麻苍花还是不理解 为什么他不能一个人离开这里 塔利姆表示 就算是被粉饰过 这里也还是地狱 所以一般坠入地狱的人 要想爬上去 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因为这个世界创造出来的氛围 就是你灵魂的理想状态 正如你所见的 生灵魂就是由无数个 这种微型公社组成的 这是地球的全记录灵魂的资料库 由于失去肉体的死者之魂飘忽不定 所以为了保存他们的灵魂 就将它们分配在各个公社里 方便管理 因此按理来说 在公社中的灵魂 是没办法改变姿态的 如果你要真想离开这里 就必须让你的灵魂 变得更强才行 麻苍花恍然大悟 这个办法确实好像是 他那个坏心眼的叔叔想出来的 可是塔利姆为什么也在这里啊 塔利姆表示 因为他是负责管理通灵者大赛的祭司 所以必须待在这一代通灵王身边随世 其实通灵王可不像看起来那么悠闲 他也要做很多工作 对所有公社的管理 还有对地面上的管理 最让人头疼的 就是与历代神明的交涉 所以通灵王就赋予了祭司们 可以来往各个公社的权利 这样祭司们才能更好地帮助神明分担工作 以至于更好地守护神明了 不过严格来说 祭司们更像是陪葬了 其实这样也好呀 但马桑花看着塔利姆那张强颜欢笑的脸 在燕王手下干活才真的是地狱吧 塔利姆一下被人说中了心事 满脸大汗 可他又不敢表现出来 只好连声否定 不过表情可不会骗人 马桑花此时也不想追究塔利姆的工作到底是什么 只是既然他要修炼灵魂才能出去 可为啥他的对手是这么一个蹩脚的家伙 他指着英警问塔利姆 但这时的英警似乎完全不在状态 他正在品尝着塔利姆亲手炮制的咖啡 一边喝一边称赞着 这咖啡真是香气扑鼻 他所散发出来的苦味 似乎可以抚平任何激动的情绪 难道是南美洲的咖啡豆吗 塔利姆和马桑花突然都愣住了 没想到一个只会打仗的空军 竟然对咖啡如此有研究 英警突然想起自己活着的时候的一些事情 自己上次喝的如此香准的咖啡 还是很早以前 那时候还是和平年代 他每天都会光临一家咖啡厅 那家咖啡厅里不光有香气扑鼻的咖啡 更有一个女孩说永远等着他凯旋而归 说到这里 英警突然正色问马桑花 你到底是为何而战的 这一点是马桑花从来没有考虑过的 因为突然被英警问得有点心虚 似乎不敢看英警那张严肃起来的脸 塔利姆也决定不管他们 让他们静静地沟通吧 这时在海面上 美国舰队正在巡航 他们已经发现了在前面的岛上有残岛 一个军官对指挥官报告说 今天野马战斗机发现敌方的飞机残骸 他们在打算对残骸进行回收的时候 却被敌方歼灭了 准确来说 是被一个区区少年兵给歼灭了 司令告诉军官 这个事情报告他早就看过了 这是十分严重的事情 一定要赶紧解决才行 司令一边跟军官下达指令 一边征询背后杨界的意思 杨界自然是赞成美军全力打击海岛上的敌军了 因为他太清楚 那个单枪匹马就歼灭美军坦克的少年 正是马桑花 没想到为了干掉马桑花 杨界居然带着YBS也下了地狱 在和司令官交流了一番后 杨界和YBS就坐在美军军舰的船舰上 看着夜晚的大海聊天 YBS觉得杨界有点太冲动了 为了杀马桑花居然赶到了这里 可杨界却满不在乎 反正我们能用卡片的力量轻而易举地离开地狱 而且听说死了以后还能变得更强 所以在这转一圈也没什么不好的 但YBS却说 能回去也是建立在你努力的前提上 再说 卡片上的面额也是极高的 看来就算是他们这些神明 要使用卡片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吧 听YBS说努力 杨界不由地回一起过去 他好像很久没好好努力过了 杨界记得自己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 当时他已经准备寻死 结果YBS突然出现给了他一笔钱 那时候杨界真的被吓了一跳 YBS的力量实在太强大了 从此以后 杨界就死心塌地地跟着YBS混 而因为YBS的缘故 杨界身上的时间流速比正常人慢得多 杨界一直认为 其实努不努力都没关系 只要有钱 无论什么力量都可以买到 对于他来说 钱就是万能的 这个世界上不管是谁 就连人命都可以轻易地被金钱摆布 YBS有点不高兴了 他觉得杨界说得太绝对 别忘记我们这些神明 可一直都在上面看着呢 对此杨界却毫不在意 他觉得只要有YBS在 神明他一样能超越的 而就在他还想说什么的时候 刚才跟指挥官汇报战况的军官 安德森大卫突然走了过来 他问杨界 为什么杨界会来到这个世界 毕竟对于这个世界来说 杨界的存在过于异样了 杨界忽然笑了 他说很喜欢面前男人的敏锐 想要得到问题的答案 那安德森大卫 我们还是坐上你的飞机 在飞机上慢慢聊吧 我是黑白 下期见 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